李克强一再强调强军政策 而这样的态度也明显表现在这一次的预算草案上 全国人大今天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预算草案中指出今年的国防支出预算是人民币1.1兆元 增长了8.1%比去年增长1.1个百分点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议 未来要继续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 回顾过去五年来的军事情况 李克强表示 过去五年来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 制定了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深入推进各项强军措施 而且有效地实行了海上维权 反恐维稳 抢险救灾 国际维和 雅丁湾护航 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 此外各方也配合基本完成 裁减军队员额30万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在谈到强军政策的时候 李克强也特别提到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他说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 要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 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再一次的强调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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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